郭文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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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早 我們現在開會 請醫師人員先讀今日的議程 討論事項 審查中華民國105年度中央政府總議算案 附屬單位議算營業部分 有關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財政部印刷場 先讀完畢 好 謝謝 接下來我介紹委員 現場有潘瑋剛委員 好 謝謝 那介紹 我們財政部張部長 還有會計處的黃處長 還有人事處的中處長 還有國庫署的阮署長 那護社署的吳署長 還有官務署的饒署長 那國產署的莊署長 那資訊中心的蘇主任 還有燕酒公司的習董事長 還有燕酒公司的林總經理 然後財政部印刷廠聯廠長 然後行政院主機總處計算 基金預算的吳專門委員 好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進入議程 我們請 現場又有吳秉瑞委員 那接下來我們請部長做報告 張部長 主席 各位委員 今天大院審查台灣燕酒公司跟本部印刷廠 105年度的營業預算 本來就簡要的報告如下 首先報告燕酒公司 設立的目的跟業務重點就請各位委員參與 105年度的主要營運目標 減煙的銷售量174萬3152箱 減少7564箱 主要是經銷國外的煙品下降 以致銷售量略為減少 酒類的銷售量537萬6789公彈 增加2964公彈 主要是積極開發新產品 強化行銷 以及通路鋪貨 所以銷售量列為增加 營業收支跟盡力 營業總收入的部分 編列814.82億元 減少比去年 減少12.76億元 大概也減少1.54% 營業總支出 是編列726.15億元 減少13.78億元 約1.86% 收支相抵後 盡力是88.67億元 比104年度增加1.02億元 增加成長1.16% 固定資產建設改良 及擴充 編列12.49億元 主要的是整修營業促所 廠房 台幻包裝機等等設備 接著報告印刷廠 設立目的跟營業重點 也請各位委員參閱 那105年度的主要營業目標 是同一發票 產銷量3790萬本 叫預算目標3954萬本 104年度 叫減少了160萬本 減少約4.05% 主要是政府推動電子發票 預期同一發票的印制 跟銷售量都會減少 105年度的營業收支跟經濟 總收入編列了9.87億元 比104年度減少0.21億 約減少2.08% 總支出為9.01億 比104年度減少0.21億 也減少差不多2.28% 收支相比後 盡力是0.86億元 跟104年度 預算相同 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 編列了2,088,000元 主要是泰幻電腦跟印刷設備 以上是燕酒公司跟印刷廠 105年度的營業計劃跟 是預算內容 至於營業計劃跟詳細的編列內容 由各該事業負責人提出報告 以上敬請各位委員會議致職 謝謝 謝謝部長的報告 那接下來我們今天的議程 就是每位委員8分鐘 延長2分鐘 那我們登記到10點為止 那如果有委員有提案 預算的提案 請11點前送到主席台 然後我們現在請第一位花言的委員 吳秉睿委員 主席 麻煩請財政部張部長 跟燕酒公司徐董事長 好 我們請張部長跟習董事長 早 董事長早 想請教最近這個燕磚的事情 吵得這麼熱鬧 那我們燕酒公司這邊有什麼看法 向燕健康間的調整 是政府為了防治燕害的一個政策 一般的这个香烟的这个健康间的这个调整 对于这个香烟的总消费量的这个降低 长期来看是应当是具有一定的这个效果 那政府基于整体的这个国民健康的这个考虑的这个因素 政府有这个政策 那我想我们N9公司因为是 随政府投资的一个企业 我们对政府的政策是一项予以出处 分两部分先请问部长 你到底认为渊跟捐的分配比例要怎么样 那个捐的比例那么如果照他们想法要那么高的话 我们税都让自己弄去金库盒没有纳入国家的整体预算 这样对吗 是 捐跟税都会转嫁到淹品的价格上 都是以价质量 那就是用途不同 今天就是指定用途有为何不用 我的现在问题是说 你对捐跟税的那个态度 你认为分配上面怎么样才合理 本期的看法是这样 税要占大部分 捐总数可以大家讨论 那譬如说假设 这个总共是要加30块的话 我认为税至少要20块 25块你捐5块10块没关系 这个因为这是关系到整个国家财政纪律的问题 所以要请教部长这一部分的看法 有很多学者也都这样看法 所有的收入纳入国库统收统支是正办 指定用途是另外一部分 那也是因为一直坚持到现在 所以现在还没过嘛 因为是照理来讲是我们财政委会要跟卫福 八楼的卫福要年纪审查 但当到现在都对于账价这一部分 增加了这部分 是税还是捐谈不定 税到现在都还没有开啊 是 我们提出来提高淹税5块钱 那个也没有征收 也还没审查 不是部长 是 我是认为说站在财政部长的立场 你应该坚持税要占大头 是 税要占大头你知道吗 我知道 捐是特定用途的指定 让它变成脱离我们国家总体预算之外的 特殊的用法 当然卫福也在检讨这个捐的用法是不是乱用 是不是乱来是不是乱补助 是 这个是有道理的 应该要检查 要看清楚他怎么用 另一方面 基于财政纪律的立场 你财政部应该坚持税要占大头啊 是 好 你可以不可以 跟我讲说你会 我认同您的看法 好 那这样再来就是 第二个问题就是要问董事长的 董事长 社会气氛对这个烟啊 事实上不友善啊 本息是不抽烟啊 但是 事实上是不抽 不友善啊 你这生意你要怎么做呢 因为大家好像讲说 这个为了健康啊 为了怎么样 要把税加捐又一直加高 那这样是对你的烟的销售量 对你这一门生意啊 因为你是站在你国一事业立场 你这一门是一个生意嘛 对于烟这个生意你要怎么做啊 你是要推广呢 还是让它自动萎缩呢 还是要怎么样的立场来经营这一块啊 我想这个相应的这个市场 因为是就是说 让这个总消费量降低是政府的这个既定的这个政策 那市场的这个规模在减少 那N9公司的整个AO的发展就受到限制 那N9公司如果要追求这个营收的成长的话 要往非N9类的这个产品最方面来发展 所以说N9公司最近几年 就是说对于生技产业的发展 以及非N9类的这个产品的开发 我们一直在非常的努力在往最后面来发展 希望能够来增加公司的营收以及创造这个获利 这是一个想法 另外一个想法是有没有可能 可以把烟围而人体的东西在你们的产品里面 提升你产品的品质 把那个危害减少降低呢 我想相应对人体健康影响最大的就是 里面的这个胶油跟尼古丁的含量 那现在的这个检验的这个技术 对于这个降低胶油跟尼古丁的这个技术 已经越来越成熟 所以说这个N的CN的这个 就是说危害的这个程度 一般来讲 就是说以前昔日的这个尼古丁 跟胶油的这个含量 会越来越少 那这个是对于健康的影响 就是说它的危害的程度不会那么大 那N9公司 我们最近在开发的一些 这个N8的这个产品 都往这方面来发展 我是在提醒你说 其实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 是两难的 国家社会 还有这个 一介大家对于吸烟这件事情 还有一些戒烟团体 反烟团体对于一烟这件事情 是抱持着反对的态度 但是你同时 你又受到国家的委托 叫你去经营一个烟酒公司 而是要卖烟 所以坦白讲 立场是相当为难 所以你这一部分 要努力啦 你的多角化经营 我们不反对 只要是能够 为公司好 为国家好 能够多一些收入 然后对社会没有妨碍 我们当然是不会反对 包括你本来要活化你的研究厂 结果现在台北市独自计划 也不赞成嘛 也把你一部分做古迹保留是不是 台北市的这个部分 只要是整个 台北啤酒工厂的整个开发的这一种概念 我们公司所提出来的这个开发的这个规划 跟台北市政府他们的一些 相关单位的一些看法 还有差异 那这个部分还在沟通当中 好 谢谢你 另外一个问题 你有一个指控是叫亚洲物流 对不对 是 亚洲物流市任的董事长 发现他的来源 包括两任是担任海基会 陆委会的持续顾问 有一任是烟酒公司的副总经理退休转任 然后他任职未满一年 又回到烟酒公司任职 第四任的现任的是 由我们财政部的长官退休转任 然后而且他一退休 隔两天就立刻担任为董事长 被这批评说 你这亚洲物流董事长 其实是仇佣的性质比较大 这个专业性有多高 我想亚洲物流 他的主要的A5是运输的A5 那运输的A5 他的A5的范围 只要是以我们 台湾银酒公司 就是说 这个 整个货品的这个 运输为主 那他的A5的这个 就是复杂性 其实不是很高 那在整个管理的计事上 其实他的要求的这个 专业性 其实这个 不是 你这样回答谁听得下去 董事长我跟你讲 你说亚洲物流是都 主要的货物都是在运你的烟酒公司 自己的货品 意思是说我们自家公司 运自己的货品 所以不需要专业性 那这个这样子就算了 你听起来这样子 就算现在主要的货物来源 也是运你们公司自己的东西 难道这间物流公司 不打算茁壮 不打算壮大 如果有一天他能有能力 都多运一些 真的成了 物流公司里面的巨破 我们也不会反对啊 所以我问你的问题是说 为什么要这样任用 因为其实现在大家 对于这种人事仇庸 其实社会大众的反应是不好的 那何况 如果你就算要也要有专业 那这个的确 从这个背景资料看起来 还是没什么专业背景啊 而且这里面还有的 有旋转门条款的问题 你们公司的这个副总 然后这个退休 马上当物流的董事长 然后物流董事长一任 一年还没有任何 又回到你们公司又任职 这个根本就是在你们 烟酒公司跟物流公司之间 转来转去嘛 那这样子成立子公司的话 我想很多国人事业都要啊 成立子公司也不用去担心啊 他的这个欧物运输 然后这个我来用我自己的员工 然后来让他去担任这些职务 这样好吗 我想我们这个新任的这个陈董事长 他在整个的 我不是讲新任的 我讲里面有疑政 我现在是跟你检讨 全部的这些策略啦 因为我现在讲说 我如果去单独只拿一个个人 我也觉得不好意思 所以为什么你们要用这样的方式去 安排物流的董事长呢 如果我们从专业的人事里面 招揽专业的人才 能够把这个公司经营的更有成色 不是很好吗 不要把国营事业的子公司 都当做是安排政府高官 或是政府的官员退休之后的旋转门的路啊 好像在为他的 退休就退休了 现在事业人管那么多 只会退休超过65岁 超过多少岁 就好好的去安排自己的退休生活 这样难道不好吗 我想我们物流公司的这个 以后他的人才的 人员的这个任用 就是说他在他的这个专业性 以及管理能力方面 这方面我们会就是说 在任用的时候 因为剩五秒钟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你们去做那个假的那个 去帮人家带工那个假的 那个中国那个茅台酒 那案子现在怎么样了 那个高雄调查室以及台北的这个检查室 目前还在侦查 侦办当中 怎么慢这么慢 侦办这么久都没有都 从我开始问一下 现在超过一年多了 都没有结论 对这个案子已经侦查了很久 但是还没有那个 还没有一个侦查的一个结果 好 了解 谢谢 好 谢谢委员 那接下来我们请喜天才委员花园 谢谢主席 请教部长跟台一酒的董事长 好 请张部长跟烟酒公司的习董事长 徐文好 谢谢董事长到我办公室看我 然后我也给你一些意见 对不对 但是你跟我对话的过程 我觉得你好像对我们的 这个台一酒公司的业务 蛮轻松的 没有那么紧张 那 因为昨天晚上 这个 我多花了一点时间 稍微把你的报告看了一下 还是有问题 好 来 你2016年度的营运计划 营业收入减少多少 15亿几百 17亿1262万8千元 对不对 好 你的营业支出 减少了13亿1380万4千元 所以如果没有营业外收入 所以如果没有营业外收入 来弥补的话 你这个 营业会减少 多少啊 大概4亿元 大概4亿元 那你用营业外收入来弥补 所以营业外收入增加了4亿3710万7千元 营业外收入不外乎 股利收入 处分投资利益 要处分掉 要把劳本卖掉 那股利益收入 你的计划会成真吗 你投资的股份是哪些啊 我想我们整个资金应用的这个 效益的这个提升 是我们在 你现在已经股证券在手了 还是准备去买卖股票 不然你的股利投资 股利收入 怎么会增加这么多 我们投资的这个股票的部分 只要以这个 这个公股税的这个 储股比较多的这个 现在证券已经在手了 还是准备明年度再去投资 再想办法再赚 那个部分都是 就是说财政部 原有的这个储股 他们这个财政部 现金增资的部分 他们放弃成功 现金增资 所以你去投资去增资 是这样子 所以增加投资嘛 这个对你本业的营业来讲 没有意义啊 那你本业的收入会减少 这个很不应该耶 你不觉得不应该吗 来来 我们只要的酒品 酒的种类 我们只要的是啤酒 对不对 是 是啤酒嘛 那你啤酒的 国内的市占率啊 这几年是提高还是下降 啤酒的市占率在101年的时候是有提升 但102103有微虎的这个下降 现在多少 现在大概是67左右 67 部长听这个市字67 我这边简单的从网路搜寻了 很辛苦 零零碎碎很辛苦 终于整理出一点眉目 我们台湾国产啤酒的国内市场消费的市占率 在2006年到达历史的高峰高达80.42% 接着下来年年波动下降到现在董事长所报告的67% 80到67相差13%丢掉了一成多的市场 那我们看外来的进口的这个啤酒的这个激烈的竞赛 在2000年的时候 美国的啤酒 在台湾的这个进口市场 进口市场 市占率高达32.39排名第一 2002年中国青岛啤酒进来 变成第一 32.72 但是我很欣赏的 因为我了解比对里面太久了解还多的 荷兰这个海尼根 因为他们对我很好 我当市长的时候 我每到荷兰 他们的总经理董事长都会派人来邀我去参观 真的对我非常友善 我不晓得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但是我就深入了解啊 他怎么做的怎么行销的 你看 他把台湾的人才挖到那边去 当他们灌装的 灌装市场的这个总经理 他们在包装上一直出这个出新发样 2004年 对荷兰海尼根 他是单一品牌 占台湾进口市场22.39 变成第一名 2006年第一名 到目前为止都维持第一名嘛 对不对 现在他跟这个麒麟啤酒的市占率差不多 差不多在拼嘛 但是还是第一名嘛 2009的时候他的市占率 达到台湾进口的52.64 所以 荷兰的海尼根 荷兰住台的代表跟我是好朋友 他跟我坐下来就是要喝台湾啤酒 对我们非常捧场 真的 他对我们非常捧场 表示我们台湾啤酒 可能不是心中的首选 但是也绝对不是这个 这个没有竞争力 至少第二名 那第二名再加上点感情 一种行销 那就变成第一名了 我就以这个荷兰住台代表为例 他就喝这个台湾啤酒 所以你必须把国内的市场再找回来 再找回来 这是可以努力的 好来我们看全球啤酒的市占率 因为我今天 第一个时间不够 第二个我不想把它列图 因为列图我现在都还要打字说 饮酒过量有爱健康 所以我就不打不打图了 全球啤酒的市占率 因为中国 中国经济崛起 他们喝酒的这个消费量 成长率比他的经济成长还快 好 所以他们自己的自产的中国血化啤酒 占全球市占率 变成第一名 5.4% 第二名是中国青岛啤酒 2.8% 第三名是美国的 Badweiser 第四名是美国的这个 这个Badweiser 第五名是巴西 SKOL 第六名 中国印精啤酒 第七名 荷兰海尼根啤酒 第七名 Badweiser 跟酷尔斯 在美国都是最畅销的 1.3% 台湾啤酒 在亚洲的市场 你至少也要进京中国 中国的这个酒市场成长那么快 我的朋友在澳洲做葡萄酒 他都有办法打进去 虽然很辛苦 他都有办法打进去 所以 结果 你跟中国来往搞什么 半天在做假酒 纯沦到这种地步 苦败到这样难堪 恶劣到这样不可原谅 还要等法官审判啊 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情况 我对你有所鼓励 对你有所鼓励 再来啤酒谈完了 谈葡萄酒 来 我们国产葡萄酒 占国内葡萄酒消费市场 市占率多少 大概百分之十五左右 百分之十五嘛 一直退步 2010还五分之一啊 现在2015 2010 五分之一 现在2015 2014 就变成百分之十五 又掉了 掉了5% 掉了5% 那外国啤酒 就从80 变成85 那每一年的葡萄酒的进口啊 今年啊景气非常的不好 联系 联系 联系出口 几黑嘛 部长对不对 但是我们葡萄酒进口呢 还是突威猛进了 今年一月到八月的进口 量增加2% 进口金额 价格还提高哦 增加6.5% 这个世界Vine Expo的预测 2017年台湾的葡萄酒进口总消费量 会比2012年再增加25.7% 高达每年一百亿美元 一百亿元 对不起一百亿元 应该是台币的样子 一百亿元 一百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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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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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英典ers 包括我们啤酒 不要乱搞 传统口味找回来 这都很重要的 你要独创品牌 就是台湾的品味 台湾的品味 一直流著一直打 这个特色啦 因为大家求心嘛 喝这个喝这个喝这个 就是口味啊 口味你要有特色啊 有特色自然会找到 对这些特色偏好的消费者吧 必然是这样子啊 你不要跟人亂打 還有我們缺水 但是你可以跟 你要投資的話 可以跟海水淡化 一起投資酒廠 你花蓮台東 哪裡水乾淨的地方 一個賣水 第二個水來做酒 有特色海洋深水 海洋深水有它的礦物質 有它的微量 微量分子 這些都是你行銷的特色 這麼大 你去亂投資 幫財政部去分攤 一些這個轉投資增投資的 這些股份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 以上的建議部長很認真聽 還有時間 還有兩個月積極做 不是沒有 趕快調整一下 等一下我要提案 把這個營業收入再拉一點回來 應該是合理的 部長可以吧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那接下來我們請 賴世保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先進 我們請一下部長好嗎 好 請張部長 我看這一兩天有一段的報導 我看了 有一點憂心 就是這個 我們先不要講這個 先看到 現在我們的財務是不是比錢健全 財政 財政有比較健全 我看了一下 我們財政部 投資的14家企業 包括關股的銀行 包括 這個 什麼 光貿網路啊 台灣工礦啊等等的 14家 我們 一到八月份的稅前盈餘 將近一千億 比去年成長了13 超過13% 然後 跟這個有關係的 所以會遇 信憑亞太區的主權平等啊 因為就講到了 由於我們的財政健全方案 台灣政府的財政狀況獲得改善 尤其跟主權平等同為A級的國家相比較 台灣的財政赤字已經降低很多 國際收支經常上 順差占GDP比例從 2043年10.8%提高到 去年的12.4% 今年有望提高到4.2% 這些話都正確吧 正確 而且它從穩定調為正向 確定已經 要從穩定調為正向 確定 那你說會擔心 下一個步是什麼 富人稅 這樣啦 是有人在說 正所稅的廢除 不是古是動能的主因 真正的主因是富人稅 是古力的課稅 所以我說 當初我說鼓勵正所稅不是動能不正的主因的時候 大家在罵我 說那個才是元凶 現在廢掉了 說它不是主因 是富人稅 我說看得出 如果富人稅再給廢掉的話 下一步通通不要繳稅啦 是 所以我說這個居心是看得出來的 這個我一定在這裡 我要很嚴肅的說 我一定反對 我一定反對 就是說 還要再其他東西 還要再去調整 我一定反對 謝謝 我覺得 正所稅的正所稅它歷史背景太複雜了 而且事實上 我們目前的證教稅 確實跟世界其他國家 因為看得出這個論 他是偏高的 但是他們如果要這樣操作 我們先講清楚 是 富人稅財政部長要停到底 是 這個也不是什麼富人稅 就回饋稅 回饋稅 回饋稅 總共也多收多少 也就多收100億嘛 沒有錯 對不對 而且所謂的股票 鼓勵或者是什麼 鼓勵減半扣底 對 其實你要不要講一下 全世界其他國家 減半扣底是一個 那個部分扣底 是全世界的趨勢 部分扣底 有些國家是全部都不能扣底 沒有錯 從過去原來都以為說 我這樣子給你兩歲合一 那時候推的兩歲合一 其實那時候就很多學者在反對 那時候也有財政部長在反對 也有就是現任財政部長反對 我所了解的 對不對 兩歲合一的部分 比如說王建勳去訪對 是不是 然後我們現在是給你一半扣底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部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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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要 要才能穩喔 沒有那個妥協空間喔 沒有錯 因為我們好不容易台灣的財政 好不容易台灣的財政 才被評委穩定 才被評委穩定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還要動這些之前 而且 而且 請問對那些 所謂的超級有錢的人 超級有錢是什麼樣 近所得 大於一千萬 對不對 是 是有多少人現在 原來我們估計的時候 在 九千多人 九千多人嘛 對 九千多人多少 平均多課多少 就是多課差不多 九百多 九十多億 九十多億 不到一百億 將近一百億嘛 是 一百億啦 算一萬人啦 是 也就受影響的 就頂尖的一萬人 最有錢的這一萬人 然後 他們多課一點 全部多課一百億 是 那平均是多少 一個人就是多一百萬 是 對不對 是 這樣子這一百萬 拿去給誰 就是回饋到 薪資所得者 身心障礙 對 就是 這個就是一點 所謂的分配正義嘛 是 是不是 真的那個叫超級有錢的 各位 我不知道在座各位 有哪幾個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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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近所得超過一千萬 我看在這裡面 可能就少數一兩個啦 對 幾乎都沒有啦 是 然後 你 這樣的超級有錢的 就多負一點嘛 是 當然 從48到45% 很痛 多5% 對不對 是 一萬個人多 政府多課了一百億 那就是 大概平均一個人就是多課一百萬 是 可是呢 讓普羅大眾 特別是中產階級 壽星階級 少加多少 是 少加多少 就是每一個人 薪資特別課的時候 每一個人就 提高兩萬 身心階的課程提高兩萬 提高兩萬 如果你的稅率百分之二十 就四千塊了嘛 是 所以平均是 等於說我們有 少數這麼有錢的人 對 一萬人 那麼 多每一個人多一百萬的課稅 可是讓普羅大眾 讓身心階的 讓一般的壽星階級 少交了幾千塊嘛 這就是分配正義嘛 這不是大家 大家每天在講的嗎 我們每天在講說 台灣就希望多一點分配正義啊 對不對 不要說我們的GDP的成長 老是賺的錢就是分到那些頂尖的有錢人 而且更有一個數字喔 我們看過大數據的 Big data是這樣子喔 當你給那些有錢人 再有錢的時候 他基本上也不怎麼消費喔 沒有錯 這是經濟學的基本原理 對 就是有錢人的儲蓄傾向高 然後呢 中低所得者的消費傾向比較高 對 就反而給那些中低的 比如說我剛剛提到的 那個中產階級 你給他少扣了四千塊 他就等於多四千塊 他會拿去消費 會創造GDP 是 所以站在國家的角度 經濟發展的角度 這個是正確的方向啊 是 所以我們一起啊 是 要挺得住啦 這個外面的聲音啊 這個東西啊 我覺得不用再換話了啦 我們這個立法院也剩不到 剩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了啦 不需要講這個話啦 是 這個這一屆不可能啦 是 這一屆不可能啦 是 而且甚至於來講的話 這一屆 所謂的 那個其實也不叫富人稅啦 那個叫回饋稅啦 對不對 沒錯 我們一直都叫回饋稅 叫回饋稅嘛 因為你賺那麼多 從這個地方賺那麼多 回饋一點給這個社會嘛 讓其他人少負擔一點 你多負擔一點 也是因為這樣子 當然加上其他的啦 也是因為這樣子 讓台灣的整個的財政狀況 對國際的評比公司 拼得高一點嘛 這都好啊 我覺得 我覺得對這些這麼有權的人 你就多交一點錢嘛 我相信 對不對 這些 大法門應該樂意吧 雖然有點辛苦 那就是 換言之 對一萬人 將近一萬人多課一點 讓中產階級 普羅大眾 少交一點 這是整個的精神 是 這個我們一定會去捍衛啦 謝謝 第二個 這個今天 審到這個 燕酒公司喔 最近監察院在糾正一些東西 燕酒公司要不要來說明一下 到底監察院在監獎什麼東西啊 最近好像你們的 形象被人家弄得很不好 怎麼樣 這個要不要講一下 好 請 習董事長 現在監察院在糾正大概就是說 我們 公司的 所屬的這個單位 在 採購的這個 作業的 程序上 有一些 沒有依照 政府採購法 以及我們公司內部 控制制度的 一些規定 來這個 來組行 那這個部分要求我們公司來改正 那我們公司也已經積極的檢討 就是說從人員的信念 以及對政府採購法令的了解 以及我們公司的內部控制制度的遵守方面 能夠去加強 你們每一年交給政府多少 研究公司每一年對政府的國庫貢獻多少 是89億啦 委員應該正確的應該這樣算啦 他不是交銀餘啦 還有交所得稅 交菸稅 交菸捐 交給政府大概將近400多億500億啦 貢獻很大 我跟董事長報告啊 跟董事長說啊 這些我們的基層的員工 基層的勞工工會的這些人 集集營營在替這個公司打拼啦 不要被你們高層的這些的 什麼採購人員把它錄影掉 這個台灣英九公司這塊招牌啦 台灣英九公司這塊招牌 是響當當的啦 是大家這樣北手之主這樣拼起來的 結果你現在發生這些事情 搞這麼久了 而且是百分之百政府的公司 等於是公家機關一樣 怎麼搞到這樣子的時候 採購不符的規定 採購的東西你們不了解 這個東西很好笑啊 外面覺得怎麼會這樣子 這麼老牌的公司 員工這麼打拼 那就是少數的幾位管理人員 出問題啊 把你們整個都弄壞了嘛 你好好去查一下吧 你們已經交個陣風了是不是 好這個部分我們會加強來管理 那這個只要還是這個公司最近的這個 新進的人員太多 那新進的人員他對於這個採購程序 其實是不選手的 尤其對法律規定的這個遵守的部分 好這個部分我們會來加強 這個有關於煙的走私的這部分 這白排煙啊 現在說 有人提到說 讓國庫少了二十幾億啊 這個情況 部長要不要講一下 白排煙目前的取締情況怎麼樣 白排煙 我想我們就是加強取締啦 所以我們最近也成立一個小組 在西方在年紀的時候 加強茶季煙跟酒 就白排煙的部分就是加強茶季丟包啦 跟海巡署合作 海關的部分合作 然後呢 這個有真的要像這些 這些外面的資料報告的說 有這麼嚴重嗎 目前在一直上升嗎 還是說 這個我不知道 董事長有沒有 來來來 董事長給我們資料 白排煙最近幾年的這個 這個情況已經改善很多了 從早期大概白排煙 就是佐世恩站市場的這個 這個大概 百分比大概有 最高的時候達到百分之十一啦 那最近 現在多少 百分之十一 那最近經過 大概有一些 機構的這個了解 大概是在百分之四以下啦 百分之四 從百分之十一 加到百分之四 是 好 謝謝 好謝謝 謝謝賴司法委員的質詢 接下來請林德福委員的質詢 接下來請林德福委員的質詢 是不是請張部長 請張部長 因為好 部長找 部長我請教你 因為媒體啊 報導說台新金和張銀的民事訴訟 將在下週三啊 第一審來宣判 那 無論判決的結果如何 敗訴的一方 都會上訴 那恐怕會進入啊 長期的一個抗戰 那請問如果財政部 二審敗訴 是不是 呃 只有上訴三審 這一條路 您您看 我們極力捍衛我們公務的權益 這樣齁 那你認為2016啊 大選後 下一任政府執政下的財政部 是不是也要堅持這樣的訴訟 您您看 我相信會 因為這個是公股的改選 也沒有用任何不法的手段 他們一直說我們用不法手段 完全是合法的 股東大會是他們主持的 中間的過程沒有任何意見 那我們選贏了 就開始訴訟 這當然要安慰 那個 張部長 你認為下一任政府會不會發聲 合意停止訴訟這種狀況 您您看 呃 老實講因為下一任政府 我也不知道是誰在當部長 對 但是我想應該 像這個 就事理來講 積極爭取權益 我想每一個部長都應該要做的 這樣齁 因為台新金和張營的經營權訴訟案件 這個備位聲明對財政部提起這個民事求償是150億元 那請問台新金到底重新取得經營權較合理還是財政部賠償105億元的這個算是合理 他是因為第一個他現在的訴求是希望我們把息事讓給他 然後呢讓他取得經營權 問題是這是改選股東選的結果 我們沒有權力讓 我們也不過就是大股東而已 那所有的小股東股民選我們啦 我們說我們把息事讓給他 我們可能要面臨眾多小股東的訴訟 這樣齁 是 那如果我本期提的就是台新金到底是重新取得經營權合理 還是財政部賠105億合理 如果兩樣都不合理的話 那你認為台新金是不是賠了富人又責平 因您看 當然現在到訴訟階段了啦 我們只是一步一步來走 第一個他就是要讓息事 這個我們是沒有權力讓 就好像委員您一樣的道理 人家選您當委員 你說那個票我讓給你 這個也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這個我們大概做不到 那至於第二個損失他也沒有什麼損失 他事實上獲利到現在分配的股 現金股利股票股利已經超過這些了 這樣齁 部長 因為外資圈一直認為說 台股擺脫正所稅的假鎖 雖然是好事 但是眼前啊 能須面對台灣出口啊 臉酒黑 那台灣經濟成長 成長率下滑 這個MSCI持續提升 中國權重的這個排擠效應 那全球啊缺乏新品 循環等基本面的這些因素啊 的影響 那請問你認為 這幾個基本面 因素中哪一個是最難解決的 應該是現在就是所謂的新的恐攻啦 反恐啦 這個是新的國際政治的動盪不安 這個當然是我們無法智慧的 這是新的一個局面 不確定因素 那至於這個會影響經濟 那就是國際的經濟 那國內的經濟部分 當然我們經濟的轉型 可能要加把勁啦 那個張部長 因為中國股市的持續效應 台股首當其衝的是 是不是成交量的萎縮 因您看 你說中國 對不起 中國股市的持續效應 持續啊 持續啊 就是像吸鐵一樣 持續效應 那台股首當其衝 是不是 也是我們交易量萎縮的原因之一 報告委員 當過去幾年 中國大陸股市一直往上 然後呢又開了附港通 所以我相信這些因素 對我吸我們的資金到香港 然後呢買大陸股票 然後要賺這個利差 這個影響是有的了 那個部長 因為有外國的投資銀行表示 蘋果啊 第三季 這個全球智慧型手機啊 整體的獲利94% 比去年同期啊 增加9% 而蘋果智慧型手機 市占率啊 僅有14.5% 那現在明年 iPhone出貨 出貨量恐怕會下修不少 那請問 蘋果手機的這些衰退 會不會對台股產生一些衝擊 八委員 我國的一些電子產業 大概就是 蘋果的供應鏈 是蘋果供應鏈的一環 所以蘋果本身的業績的衰退 加上供應鏈它移轉到大陸 就是一般所謂的紅色供應鏈 這個是雙重影響 所以說也會受到衝擊 會 那你認為這樣是不是對我們整個 明年台灣出口會造成一些 不利的這些結果 所以我們現在行政院在積極轉型 推系統的輸出 全廠的輸出 跟公共工程的輸出 另外出口的地區也在開始開拓 所以在一方面地區一個是產品 這兩個重新轉型 部長 因為中國大陸紅色供應鏈 威脅真的是越來越大 那半導體業者表示 台灣廠商不會坐以待斃 與中國大陸合作 是不得不的選擇 那請問到底這些廠商和中國合作 你認為一定是加分嗎 報委員 如果說大陸的市場這麼大 他又在建立他的供應鏈 那我們還有優勢的產業是還有的 譬如說我們的半導體產業是 還有具有優勢 至少領先他們很多年了 七八年 如果能夠加入他們的供應鏈 當然我們就是能夠利用他們的優勢 那個部長 還是有可能是魚虎磨皮啊 是不是台灣各種產業對紅色鏈的供應 都應該以合作來替代競爭 因您看呢 中國大陸是快要成為世界 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也是第一大經濟體 我們在他旁邊 所以大概只有合作了 沒有辦法對抗 還是台灣還是有實力可以面對挑戰和競爭 因您看 我覺得我們有優勢的部分就是少數了 所以大概只有合作 只有合作替代競爭 是 這樣喔 是 部長 因為11月已經快過了三個禮拜 那10月 12分出口 兩位數 數字的這些衰退的結果 那請問 11月會不會重演兩位數的這個衰退 因您看 到目前為止看到的數字是還是沒有好轉的迹象 沒有好轉是嗎 部長 因為韓國比台灣的貨品自由貿易 這個涵蓋率更高 但是今年出口已經連石黑了喔 比台灣還要慘 那請問你認為台灣有什麼條件出口能夠贏過韓國 依您看 現在就是從我們的優勢裡面 建立新的優勢 那我們已經有很多優勢了 國際評比的 像ETC 國際評比 公路界的奧斯卡金像講 那大概有五個國家來洽 像這個東西 我們的優勢可以開拓這個出口 那工程的部分 像舞陽高架道路也是國際上得獎的 像這些技術也有人在 還有包括我們高速公路的管理那個部分 所以有些優勢的部分 我們要重新建立起來了 就是所謂的透過半導體的物聯網那個部分 這樣喔 部長 因為對於韓國出口連石黑啊 那經濟部次長這個沈隆金表示說 這是因為韓國產業的集中度就是太高 所以說這個出口才會大大的衰退 那請問台灣產業到底要集中還是要分散 以您看 我們是中小企業為主的國家 跟韓國不一樣 韓國是大企業 大概就是三大四大企業 我們是中小企業佔了百分之九十八的 而且我們產品很分散 像我們不只是半導體 不只是電子產業 我們有工具機 我們有腳踏車 我們還有一些相關的產業 所以我們不只是像韓國這樣 所以說 依部長您的看法就是說 我們現在這些出口的 並不會像韓國一樣 就是說因為它是比較集中 所以說 當景氣不好的時候 某種產業 它就會受到很大的衝擊 但是我們台灣就是說 是有分散的產業 但是雖然衰退 但是還不至於像韓國 受到那麼嚴重的一個衝擊跟影響 是不是 韓國大企業就是這樣 贏的時候 它當然大著恒大 但是一衰退 它整個大下去 整個影響都很大 所以說 還是要中小企業維持 來分散 是不是 沒有錯 好 謝謝 謝謝林特務委員的執行 接著請C0委員 謝謝主席 主席 主席委員請部長 還有印刷廠的連廠長 請張部長跟林廠長 謝謝 委員好 部長你找 廠長你找 我這邊要救教於部長 部長你知道那個印刷廠的獲利狀況嗎 知道 那是怎樣 長得怎樣 當然印刷廠大概以同一發票為主 所以它的獲利當然就大概很少一億多吧 最近有沒有衰退 有 因為我們推廣電子發票 所以紙本的發票會不斷的衰退 衰退的原因是因為用電子發票 是 是吧 那衰退了多少咧 占了幾成 衰退了幾趴 林廠長你知道嗎 我們目前 根據我們的資料 你還要歡喔 不是 因為我們 今年的目標大概八千多萬 可是到我目前為止 在我們 八千五百九十四萬 你衰退了三十二百分點 那我要請教你 你知道有衰退嗎 對不對 衰退了三十二趴是吧 沒有 沒有那麼多 你一百零二年度是一億兩千六 一億兩千六百五十五 那現在是八千五百九十四嘛 衰退了三十二趴 我要請教你 就教你 那你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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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百零二年度的時候 零起的那個 你有考核獎金 還有績效獎金 那你編了四千多萬 那既然業績衰退 衰退了三十幾趴 那你還有這些編列的獎金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 你錢要從哪裡來啊 我們在一百零五年 並沒有編列到這麼多的這個 我是從你的一算書裡面看到的喔 這是你自己編的喔 那是為什麼咧 還有你的成本沒變喔 你的業務量衰退喔 你的績效獎金 考核獎金 都編了四個多耶 那為什麼 你說明一下 我是根據我們 呃 預算中心的 你每個人的每人的員工 都編了四點四個耶 A基衰退了三十二趴 你還編了四點四個耶 要績效獎金 考核獎金 你說出原因嘛 你 廠長 跟委員報告 在一百零五年 我們的 呃 績效獎金 並沒有編那麼多 那根據預算中心的報告 是認為我們 呃 也沒有編到那麼多的 績效獎金 大概 只有一千多萬 一千兩百 六十八萬三千元 對 那你歷年 歷年 一百零二年 是不是編了四個 四點四個月 呃 一百零二年 我們的績效獎金 或是呃 這些獎金的部分 是編列四點四個月 對嘛 是 那為什麼咧 既然業務衰退了 業務量都衰退了 既然都要轉嫌為電子發票了 你也知道你的業務量有萎收 那為什麼還編這麼多咧 一百零五年 我們 並沒有編列那麼多 一百零五年 我們的總預算 就是營業收入的預算 大概有差兩千萬 你的ROA ROA變8.2 ROA變9.81 這個數據都出來啊 你自己看啦 那怎麼會這樣子咧 是不是你的預算 是不是再重新再編列一次 呃 我們預算 自己還在回頭來 還是再考慮一下 我們的預算 根據一百零四年 就是根據 因為你的後利 你的後利能力已經衰退了嘛 那知道原因出了在哪裡都清楚了嘛 那你應該要回饋自己要調整嘛 ROA ROA都出了問題都往下降了 你還這樣子放著不對吧 呃 跟委員報告 就是我們 今年的盈餘 跟去年的 就一百零五年的盈餘 跟一百零四年的盈餘 是完全一樣的 那我請教你 是 既然業務轉型 那你們有什麼 透展什麼新的方向 新的業務 呃 我們在一百零四年呢 你要拿什麼業務端出來嘛 有沒有 呃 跟委員報告 在一百零四年我們成立了 印刷觀光工廠 好 那是全台灣第一個 印刷產業的觀光工廠 那這一塊呢 我們是希望在一百零五年 好 由於一百零四年的努力 希望一百零五年的 就是效益呈現出來是吧 是的 好那謝謝你 是 好你請回齁 主席我想請那個 煙酒公司的習董事長 請習董事長 好謝謝董事長 部長 我請教你齁 最近齁 台酒公司有一個產品 在網路上相當爆紅 相當夯 你知道嗎 什麼 我叫做泡麵 包丟酒 包丟酒 台語說什麼 我告訴你 台酒 開條 雞蜜 包丟酒 泡麵 你知道嗎 叫做泡麵 你知道嗎 很夯 還是不 我們部長都不吃泡麵 因為我不吃泡麵 還是因為你是YKK YKK YKK 也不知道喔 是拉鍊是不是 不是拉鍊 是老頭子 LKK 不是YKK 老頭子是LKK 小姐 委員 這樣子喔 那我變成YKK YKK是拉鍊 來我請教你 YKK是少年KK 少年KK 好啦 來我請教你部長 你知道為什麼爆紅嗎 你不知道 不知道 那我們請董事長 習董事長應該知道吧 你應該有受訪吧 就是台酒花雕雞麵 那個是記者用這個電話 就是那個行為的 那他是在了解我們整個花雕雞麵 整個的開發的過程 然後市場的這個銷售的這個狀況 那這個花雕雞麵 在市場 確實是賣得相當好 賣得不錯 聽說啊 聽說你們是15年以上的花雕酒 就是說下重成本 來促銷這個產品 那現在這個產品的市佔率是怎樣 我們的這個泡麵有三種 就是說花雕雞跟麻油雞 以及這個牛肉的那個 一年他現在大概可以賣 大概是兩億以上 兩億以上 那有讚你們的市佔 有吧 市佔率也有讚到 是重點的產品推出銷售 聽說在網路的PTT 然後大家吃了你們台酒花雕雞泡麵以後 然後的心得在網路上流傳 那聽說你們裡面專案經理人也是受訪 然後講說因為我們不是重租 用15年的花雕酒來做 所以說網路上就一氣之間 欸 既然有人為了你們這個 這個銷售的行銷策略囤厚 你知道嗎董事長 我知道 這個 那既然佔了市佔率 佔了兩億也是很好的一個 挹注你們的營收吧 對 對我們營收還是有幫助 但是我們的營收的這個 算規模太大了 這個兩億在我們的營收的比例 其實是不高的 不高 他們已經說八百多億了 不高 但是一個策略銷售也是成功吧 你那個15年的花雕酒 聽說沒有人要買嘛 所以你們轉換為 是不是 說是你們的囤厚不是嗎 沒有 所以你們的行銷策略轉換嘛 現在花雕酒的市場的銷售是蠻穩定的 蠻穩定 蠻穩定的 但是這個 花雕酒的這個 延伸性的使用 就是說讓花雕酒的這個 使用的這個範圍能夠更擴大 所以說我們是利用花雕酒來延伸來扣 來這個生產這個花雕酒的這個 我來跟你談重點 董事長我再跟你談重點 你103年的結算來看 你說你的你的酒有 滯銷有461萬公彈 然後銷售那個金額有300多億 你這邊是103度 我是從你的103度的結算來看 那請教就教於董事長 你100年101年 100年103年 你的結算那個銷售收入 都維持在320幾億 那這一次104年 我看你的預算數你說 你可以成長到60億 變快的衝破400億 來我來聽聽你的那個 你的行銷策略 你的公司的一個業務量 銷售量 可以提升到市佔 提升有60億的這麼這麼 這個量這麼多 是怎麼來的呢 我想這個酒類它只要包含兩個大的這個 項目啦 一個是啤酒 另外就是說其他的這個酒類 那啤酒的這個市場的這個 這個 這個拓展 這個部分 最近我們 兩三年 開發了很多的新的這個產品 像這個水果啤酒 今年的蜂蜜啤酒 以及 普利米小麥啤酒 這個都是 就是說 對於新的消費執勤的這個 透展都是有幫助的 那就是說 董事長就是說 你104年的 這個預算 結算就是要成長60億 是沒有問題的喔 你本來是320幾億嘛 現在是3塊390億 那就是沒問題吧 這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會達成目的 達成目的 因為現在已經11月底了嘛 營收 不管是你用季看或A看 一季兩季三季已經進入第四季了嘛 以前三季你都已經知道了嘛 所以說達成力道60億應該沒問題吧 是吧 這個市場的競爭越來越激烈 就是說整個市場 誰在跟你競爭 你是寡戰 沒有進口的品牌 啤酒有進口的品牌 那台灣也有這個 像青島啤酒他在台灣售廠 好 那我再請教你 你酒廠的產能利用力 你有沒有把他發揮得很好 這個酒廠的這個產能 是以前公賣級時代 這個 這個 受注的這些設備 那公賣級 當時的整個的產業的環境 跟現在完全不一樣 我這邊有看到 我這邊有看到 你有幾家酒廠 那問題藍頭酒廠 你既然是 稅勤精力是複數 複了兩千多萬 因為藍頭 那個地方是 我們的景點是遊覽期 那你會是複數 是不是問題出在哪裡呢 他只要是有虧損 只要就是說他的產能夠小 那產能夠小的話 就是說最近的兩三年 我們投入了這個 這個威士忌的這個生產 那把它要把它轉型為一個 威士忌的這個工廠 那最近一兩年 我們也轉型相當成功 像我們開發的這個 歐馬的這個威士忌 在市場的這個接受度 可以說是相當的高 那就是一百零四年往後 就是會成證數就對了 對如果說消量再增加一點的話 藍頭酒廠就可以這個 反規為贏 好謝謝 好謝謝委員 謝謝西林委員的諮詢 接著請邱文宴委員 邱文宴委員 邱文宴委員不在 請潘維剛委員 潘維剛委員 潘維剛委員不在 請費馮太委員 費馮太委員不在 請黃偉哲委員 黃偉哲委員 黃偉哲委員 黃偉哲委員不在 請李同豪委員 李同豪委員 李同豪委員不在 請嚴寬恆委員 嚴寬恆委員 嚴寬恆委員 嚴寬恆委員不在 請賴政昌委員 賴政昌委員 賴政昌委員 不在 請孫大謙委員 孫大謙委員 孫大謙委員 孫大謙委員不在 所有登记执行的委员都已经答寻完毕 我们做如下的决定 一 报告及寻导完毕 二 委员如秀宴等两份的书面执行刊登公报 并请财政部以书面答复 所有书面执行列入记录 三 委员执行为己答复的部分 请财政部以一桌内以书面答复 四 委员执行中央要求提供的相关资料 意请于一桌内答复交给相关委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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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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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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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读 一千六百九十六万一千元 三生产成本部分 四转投资计划部分 无列数 五重大之建设事业部分 十二亿四千九百四十八万七千元 六资金运用部分 七补办预算部分 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 一千五百零二万两千元 现在宣读财政部主管 印刷厂预算部分 一业务计划部分 二营业收支部分 一营业总收入 九亿八千七百四十一万九千元 二营业总支出购不含 所得税费用 八亿八千三百八十六万九千元 三税前经历一亿零三百五十五万元 三生产成本部分 四转投资计划部分 无列数 五重大之建设事业部分 两千零八万八千元 六资金应用部分 现在宣读委员之提案有思案 第一案 台湾燕酒公司一百零五年度 营业收入编列八百亿 七千三百五十万元 较去年度减少十七亿 一千两百六十二万元 为加强公司营运几小 建议将营业收入增列五亿元 提案委员许天才 林德福 李应元 薛林等委员 第二案 删除台湾燕酒公司用人费用 只奖金五千万元 整超时工作报酬三千万元 提案人委员吴秉瑞 许天才 薛林等委员 第三案 有关一百零五年度 台湾燕酒公司行销费用 今天五百四十一万七千元 而前年度决算金额为三百八十九万两千元 有宽列之宜 应该今天主要为匹地 今天现今台湾交通便利 处外岛应该五难以到达之地 建议三减一百万元 提案人委员许天才 李应元 薛林等委员 第四案 一百零五年度财政部印刷厂 营业收入编列九亿八千一百七十九万元 较去年度减少两千零五十六万元 为提高营运绩效 建议增列五百万元 提案人委员许天才 李应元薛林等委员 宣读完毕 好 谢谢 那我们现在就进行学商 请不吝点赞订阅 好 好不好 那第一案 好 那我們第一案的話 營業收入增淚五億就通過 那兩位委員就多介紹一些 多介紹一些業務 第一案我們就這樣子增淚五億通過 那接下來第二案 刪除台灣鹽酒公司 這個就不要刪了 有沒有 又要拼嘛 這兩個會矛盾 這兩個會矛盾 一一拼 好 那第二案的話 我們就不予處理 接下來第三案 今天 這個是一百萬 我認為這個一百萬 總工作人員是增加 總工作人員是增加 五十萬 好 減累五十萬 好 沒一件好 部長 部長 五十萬那個 習董事長第三案就 減累監獄減累五十萬 好 接下來第四案 印刷廠 好 五百萬沒問題吧 好 那我們就 那個印刷廠這個 這個第二行的話 五百萬元 再加一個元 好 那我們就 招案通控 好 謝謝大家 那現在請議事人員先讀協商結論 協商結論 第一案 照案通過 第二案 不予處理 第三案 三減五十萬元 第四案 照案通過 先讀完畢 那請問各位 請問各位 背景那個協商結論 有無意義 沒有意義 那我們就照協商結論 修正通過 那接下來 請議事人員先讀 審查結果 審查結果 審查中華民國 105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附屬單位預算 營業部分 有關台灣燕酒股份 有限公司 財政部印刷廠等 預算案 除照協商結論外 其餘部分 金兆列 念業務計畫部分 因依據營業收支 生產成本 轉投資 重大支建設事業 及資金應用等向之審查結果 水桶調整 生產成本部分 水桶營業總支出審查結果 調整 資金應用部分 因依據營業收支 生產成本 盈虧博補 轉投資 及重大支建設事業 等向之審查結果 水桶調整 先讀完畢 好 請問各位 各位委員對於有沒有意義 沒有喔 沒有意義 那我們就通過 那今天的開會 我們今天就到此結束 那我們就上會 請問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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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各位